这一块钱起拍的法拍房真的可以减漏吗 最近的各地法拍房的数量暴增 好几位粉丝朋友都跑来问我说 哎呀这个法拍房听说啊都有一块钱起价的 是不是可以下手啊 万一得手了不就赚大了吗 这听着是不是有点天上掉馅饼的意思啊 但凡那是好到超乎常理的事儿 咱们都得多长个信仰 我们首先给大家好好来理一理啊 这个法拍房到底啊存在哪些坑 我们的普通人又该怎么去减漏 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 什么是法拍房 法拍房呢就是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的房子 一般呢到这一步房子原来的主人呢 基本上就没啥好事儿了 要不就是破产 要不就是断供 要么就是犯事儿了 没有钱兑付给占权人 房子就被法院拍卖了 参拍的流程呢也非常简单 先付保证金 然后净拍出价 价高者得 没有拍到的话呢就把保证金退了 拍到了就付违款 保证金呢通常是评估价的10% 也就举个例子哈 比如说这个房子是100万的 那就咱们得先交10万块钱的保证金 有人可能就要问了 房子的价值100万 保证金只要10万 那我要是五六十万拍到了 这不也就赚大发了吗 确实是有这个可能啊 去年呢上海青浦区 就有一套499平的大房子 市场价值呢大概是4000多万 最后是以2800多万的价值上交的 这中间有一个1200万的差价 绝对够你回家全款买一个大别墅天天喝咖啡了 前年呢重庆与北区有一套100多平的房子 市场价呢大概是150万 成交价最后也只有57万 这么一算哈确实挺诱人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哈 北京最近一年的住宅均价走势图 黄色的是普通二手房的均价 蓝色的是法拍房的均价 看看这折扣 没有7折也得有个7-5折吧 简直就媲美直播带货的折扣例如啊 而且呢 以前法拍房呢要一次性付全款 很多人表示 但是最近两年 银行开通了相关业务 买法拍房也能够贷款按揭 贷款的额度呢跟正常买房一样 这么看上去价格便宜 还能够按揭 是不是感觉美滋滋的 你得先冷静冷静哈 如果说呢 你真的是想买这个法拍房简陋 还得注意这么几个事 第一呢就是选择好法拍平台 这非常的重要 目前呢 我们国内一共有7个法拍平台 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在某宝和某东 随便一套房源都是上万人围观 几百人争相的出价 门庭落势 但是公行的阿荣就不一样了 经常呢到拍卖结束也只有几百人为官 几个人出价 门可落雀 所以说呢 成交的这个价格也会更低一些 第二呢就是挑选房源 也有一些技巧 每一个竞拍的页面呢 都会有拍品介绍 就类似于像商品的详情 你会发现呢 有的里边已经标注 已出租 好多人一看就说 哎呀这是个大坑啊 万一房子买到了 里边还住着人 还签了十几年的租房合同 怎么办啊我们都知道啊买卖不破租赁 那不就惨了吗 所以说呢大家一般都会绕着走 但是呢换做专业人士会怎么操作呢 人家呢会实际走访 跟租户协商 哎看看能不能够给租户一些钱 让他解除租月 这样一来就排除了隐患 又没有人给你竞价 就很容易减漏减到了 不过呢这也就是理论上成立 实际上真要这么做的话呢 还确实是要花比较高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的 咱们自己也得算算清楚 当然了话又说回来 简陋虽然好 你要是真的把它当成是天上吊的馅饼 那就天真了 有几个问题也要特别的注意 首先呢有一些地方规定 法拍房交易过程当中 所有的税费是由买方承担的 不要以为没多少钱 曾经有一个案例啊 一个250万的房子拍卖 结果有人200万就拍到 以为捡了个大便宜 结果发现呢 这房子呢是以前的宿舍楼 原来的房主当年呢只花了 百万块钱买的 现在的成交价是200万 等于说增值了195万 需要交百度50的土地增值税 自捨五入差不多就100万吧 光光听认就够肉痛 更惨的是 人到了这个阶段如果说后悔了 说哎那我不买不行吗 大不了赔点保证金呗 但这法拍房啊还真的不是 你想要就要 想不要就不要的 不要可以啊 这个200万成交的房子呢会进行二次拍卖 但是啊 中间的差价你得补齐 万一下次呢被人150万拍走 这跟原来的200万价格之间呢就差了50万 那这交的10万保证金就不够扣了 你还得再补40万 简直就是大坑了 另外 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 法拍房子也全面纳入到限购了 万一你竞拍成功 结果事后发现 大意了 竟然呢没有购房资格了 那只能够毁排放弃保证金 说到这儿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明白啊 法拍房呢 其实就是一个零和博弈的小众市场 这运气好干成了 就捡漏血赚 但是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了一些问题搞崩了 那被本人说是血本无归 俗话说的好 没有金刚钻 不乱瓷气活 普通人如果说想捡法拍房的漏 一定要认真地看完这条视频 搞清楚法拍房的坑 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 这法拍房的漏没捡着 再踩进去了一个大坑 关注小瑶 说你听得懂商业故事和观点